法定人數不足 還是靠我們的神放開膽量 在大爭戰中把神的福音傳給你們 我們的勸勉不是出於錯誤 不是出於污謂 也不是用詭詐 但神既然嚴重了我們 把福音託付我們 我們就照樣講 不是要討人喜歡 乃是要討那 察驗我們心的神喜歡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用過 潛美的話 這是你們知道的 有沒有藏著貪心 這是神可以作見證的 我們作基督的仕途 雖然可以叫人尊重 卻沒有向你們或向別人求榮耀 只在你們中間全心溫柔 如同母親與養自己的孩子 我們既是這樣愛你們 不但願意將神的福音給你們 連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你們 因你們是我們所同愛的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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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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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夜休叹,恐托父不孝,以相先帝之名。 他们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自己无法再去管他手上的东西,只要将一些重要的东西,去托父给他信任的人。 但是所托父的人,他们成不成事,那这些托父者自己都无法去控制的。 但是弟兄姊妹,神将他恩惠的福音,就托父了给我们这帮软弱的人,为什么呢? 从神来看,神将福音托父给人,神依然是掌管,因为神永远都是掌管任何事,永远都是座着为王。 从人来看,神将福音托父给我们,因为神有恩典,神的恩典不单只是福音的本身, 更是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就是我们被托父福音的人, 自己尝得天恩的味道之外,我们更加经历到我们生命的更新。 我们在神的事工上面有份,这一种这样的喜乐,帮助我们更加愿意认识神,更加愿意信靠神。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一起去看看经文当中给我们的信息和提醒。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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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愿意去亲近神 我们一起看一下第一个部分 是有内涵的 有内涵的生命所传讲的 就是他们有一个丰富丰盛的人生 因为他们的生命当中 不单只包括神的福音 还有传福音的勇气 还有圣灵所赐给他们的能力 他们有纯洁的动机去传福音 他们有圣洁的生活 他们满有爱心 他们忠心于上帝 还有委身于上帝的一切的侍奉 保罗、西拉、提摩泰 他们就是带以上这些 那么丰盛的生命 去到贴撒罗尼加城传福音 弟兄姊妹 那我们呢? 如果我们是没有生命的话 我们怎么传讲生命呢? 如果我们不爱神的话 我们很难去爱人 没有爱心的侍奉是门面功夫 没有实际行动的彼此相爱 是沮丧功夫 弟兄姊妹 你是否一个丰富的人呢? 不是说你住的地方生活环境 是指你的生命 神有没有令你活得更丰盛 让人见到你有不再一样的生命呢? 当你愿意分享你和神的故事 其实这个就是传福音的开始 求主帮助我们成为 不是徒然的人 不是往然的人 因为基督真正复活 我们所传所信的 都是真的 在二章二节 经文讲 我们从前在肥立比 被害受辱 这是你们知道的 现意幻事 靠我们的神 放开胆量 在大争战中 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 保罗在肥立比 被害受辱 其实指的是在使徒行转十六章里面 讲到当时有一帮犹太人 他们攻击保罗和西拉 拖了他们的衣服 找棍打他们 还拘捕他们 去到监仓 去到监牢 去到监牢 但是保罗和西拉的故事 并没有停留在被害受辱之后 就停止 当他们在监狱的时候 经文说他们 讨告唱诗赞美神 他们在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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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也不是监狱 而是赞美神 之后地大震动 监牢的地基都摇动 监门都传开 里面的囚犯的锁链 全部都松开了 本来他们可以逃走的 但是他们非单止没有逃走 他们反而因为他们的没有逃走 而救回一个原本想自杀的欲卒的生命 长话短说 这个欲卒 后来仲一家人去信主 而保罗和西拉也是被释放 帝兄姊妹经文说到 我们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 无论外面的环境是多么困难 经文当中说过大争战 我们都可以传到福音 因为保罗经历了神的同在和祝福 靠我们的神 另一个意思就是说 在神里面 保罗他信靠神 在神里面他们就放开胆量地传福音 因为神会扶持他们 神会保守他们 弟兄姊妹我们都一样 在神里面我们就可以放开胆量 主耶稣说 尚在我里面的 我也尚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作什么 药案福音十五章四节 只有与主相连的生命 我们所传的福音才是有力量 才是有生命力 偿偿说 安京澄北 尔文再次靠 称义哥 守信靠神 冷静 太静了 守信靠神 守信靠神 奸川 iron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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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將福音託付給我們 賜下了聖靈 我們就可以靠聖靈得著能力 之後保羅他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 神將福音託付給我們 我們就照樣講 不是要討人的歡喜 乃是要討那察厭我們心的神歡喜 照樣講 就是按照原本原來的福音來講 福音保羅所傳的就是 耶穌就是以色列眾先知所預言的那位尼塞雅 還有這位死而復活的耶穌 將來再來的時候會審判一切的人 不單要講恩典 我們要講審判 不單講祝福 我們要講受苦 我們有責任更加全面認識神的真理 我們靈命得以成長 慎防我們跌入一個福樂的主義 跌入一個成功的神學 教會單單講恩典和講愛 這些是土人喜歡的 而不講神的律法 不講神的審判 這些未必人人都喜歡聽 但是當教會這樣做的時候 後果非常之危險 開處或者我們最大的壞處 就是說我們很容易就扭曲了神的話語和神的教導 創世紀三章六節 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 好作食物 也月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愛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來吃了 又給他的丈夫吃 他丈夫也吃了 我們知道這個女人 後來就叫ucher 當我們看這一節的經文的時候 我們會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夏娃將這個果子 給他的丈夫 他這樣做 是不是惡意 還是他這樣做 是因為她愛他丈夫 在夏娃來看 從人來看 這個果子都是好的 但是神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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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经文的金句 神认定我们经得起考验 先赐把福音托付给我们 我们看一下第三部分 经文第二章五至八节 经文的第五节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潜眉的话 这是你们知道的 也没有藏着贪心 这是神可以见证的 前面的话 其实就是指一些花言巧语的方式 或者方法来传福音 目的就是要讨好人 经文的意思就是保罗讲话 就好像你们 贴杀罗尼嘉诚的弟兄姊妹 你们所知道 我传福音 没有用任何花言巧语 没有用一个讨人喜欢的方法去传讲福音 也没有藏着贪心 这是神可以见证的 也没有藏着贪心 就是指以传福音为名 但是自己从中取利 满足自己的目的 保罗传福音 保罗传福音 他外面所做的事 说的说话 铁杀罗尼嘉的教会的信徒 看得见 但是他内心的动机 是否不信征 或者他是不是有贪念 保罗就表明 神可以为他做见证 保罗和他的同工 强调没有利用福音 来中饱私囊 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经文二章六节 我们作基督的使徒 虽然可以叫人尊重 却没有向你们 或向别人求荣耀 作为基督的门徒 和全港福音的人 保罗说 除了没有利用福音 中饱私囊 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外 他也都没有向人 去求荣耀 和称赞 保罗之所以可以这样做 因为他以自己 作为可以作为 全港福音的人 以自己可以作基督的门徒 这个身份为荣 作为全港福音的人 身份是崇高的 以至于 我们在行为上 我们要自我的约束 弟兄姐妹 我们看重的不是人的荣耀 而是神怎么样被荣耀 弟兄姐妹 保罗不单只是这样 他同时也都教导 保罗 他没有用自己使徒的身份 和地位 发师号令 指指点点 他没有要求其他人 去爱戴他 保罗在这里所说的 从人来看 非常之难 金蝕底 他都肯做的 为什么 保罗在第二章七至八节 讲了一个原因 经文说 只在你们中间全心温柔 如同母亲与养自己的孩子 我们 既是这样爱你们 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 连自己的生命也愿意给你们 因你们是我们所同爱的 因你们是我们所同爱的 那么产底 那么难做的事 他都肯做 因为保罗爱他们 弟兄姐妹 你知不知道 其实有很多人是爱你们的了 我们在第三个要学习的态度 其实就是以爱弟兄 爱人的心去传讲福音 我们以爱心去对待那些 未认识耶稣 又或者是认识了耶稣的 我们就更加详细地去说给他听 福音的内容 人愿意遵守上帝的律法 遵守神的道 起点 是因为我们爱神 在生命记的六章四至六节 而不应该是我们怕神 老家福音第九章记载 耶稣两个门徒 雅各和约翰 他们想用天火 去消灭那个不接待他们的 撒玛利亚村庄的时候 主耶稣就斥责他们的行为 全港福音 是要以爱人的心去施行 给那些人见到我们是爱他 他见到神是爱他们 目的就是要救一切人的性命 而不是要灭了人的性命 也因为爱的缘故 我们就可以不论息地 绝无保留地付出一切 保罗和他的同工 他们因爱而付出自己 正正就是好像母亲 养育 抚育自己的儿女 一样所持的态度 弟兄姐妹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的态度 会不会令人觉得我们是关心他 会不会令人觉得我们是爱他 被人见到我们的爱心 和被人见到我们传福音的纯粹 我们的纯正 这些就是我们在保罗身上可以学到的 最后我们反思一下我们今天的讲道的信息 按人的道理 越贵重的东西 我们要托付 我们就找一些有能力的 可靠的人去保管 但是神的福音偏偏就是托付了给我们 我们都是软弱的人 但是不要忘记 弟兄姐妹 我们就是因为得着神的恩典 我们每日的生命都更新 我们靠着圣灵 我们得着能力 作为被托付福音的人 这一份的荣耀 弟兄姐妹 我们要记住 我们一起去做一个中心所托的良善管家 以我们的爱心 放胆 全港 不打折扣的福音 你们愿不愿意呢 我们一起来祈祷 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 主啊 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 不同的弟兄姐妹 不同生命的历程的时候 认识你 带主你让我们聚集在一切 求你的灵时刻与我们同在 求你结静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一天都有个更新的生命 更愿意去 学校主耶稣基督所行的 我们这样的祈祷是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灵志而祈求 阿们